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它真的很柔软 很贴缩的那种 我晚上是直接把它穿着 去被窝里的说完是没有问题的 裤子的长度大概就在脚踝一下 东间的话最好还是穿一个家居袜在里面 有一个毛暖一些 胸口的位置还有一个很可爱的树棉小熊 包了一个蓝色的小边边 整体的风格就是这种很可可爱的 看着就很想让人有爱一下的那种 下面再说个紫色吧 我也是第一次买紫色是一样 总觉得紫色如果穿不好的话 真的有一点略显途径 但是我当时看到这个香菊子的时候 我就拨不开眼了 它这个胸口的位置做的是一个大方领的设计 上面还有一些蕾丝花边做点缀 整体的风格就是这种比较精致显过一起的 所以这件我觉得更适合有男朋友的 在家里的手传 虽然这件它也是一种比较偏轻薄一点的 但是它的这个袖口什么的 都是做了一个收边设计 包括裤脚的位置也是有一个小收边的 所以在外面的时候呢 就不会灌冷风进去 这也是我最近好喜欢哪个睡衣 接下来是一件大熊猫 尊重全身的小睡衣 你们秋冬天的时候真的一定得来一件 它真的很方便啊 不管你里面穿的是什么 这个只要轻轻的往外面一套 你就随随都能出门忙 因为我自己比较喜欢熊猫嘛 所以说这件我就买了熊猫 它帽子的地方也是做了一个熊猫的设计 这个后面还有一个熊猫尾巴 真的也太可爱了吧 因为它是终来穿新的 所以它材质做的真的还蛮厚的 就很像冬天女穿那种大棉袄的类型 这地方也有两个小的都像出门的时候装点一卡高挖衣 要实际上查了在里面有完全没有问题 秋冬天的时候穿着这个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景超级暖和 最后这个也是一个胃袍设计师的睡衣 它整体的设计就是比较简约 但是有点高级的 但这里是短短的 职绒类型 就不是很长的那种猫猫 配色也是比较高级 轻轻白色 加上这黑色左边设计 再配了一个这种宽腰带 随时都可以扎起来 整体风格就是有点偏小生风那种去优 旁边口袋的地方还做了一个小小的刺袖 也是这种比较简单高级的 这叫我主要就是 喜欢早以后穿身头发的时候使用 它毕竟是裹袍嘛 真的就很方便 随手一毫就穿身上嘛 而且款式样式都比较高级 大家一看嘛 偶尔的时候家里来的人想要穿这个 也不会很尴尬 好了那今天是许多家里服分享 就到这一段 你最喜欢哪一套呢 下一期再来给你们分享更多好看的衣服 拜拜